经济来进步最新 去年台湾流行平均的寿命比南省级了6.7月 南路的寿命差距創下来输成功 有明便因前进行川社区基盘健康体检 以书小伟共受控时曾有说到 问题是上发现因为没有定期接受检检 在书一边发生虽然没法度急着发现治疗的情况 而且南省的比例比流行级很多 因此提出民众一定要有定期检检检的关联 为民众健康罢官 阳明医院结合天川社区25号 特别为基民基盤健康体检 除了各行基本的检查 成章近培养医生跨证服务 去美洲社区基民 利用咖喱达基位成翁接受免费的健康检查 阳明医院他主动来我们这边做演讲 来做一些健康检查 对社区居民的健康上非常 就是帮助非常的大 因为他们可以就近 可以就近来检查 就比较有意愿出来这样子 根据内政部上新的资料显示 去年台湾流行 平均受命比男性多了7月 医生也发现 男性更不愿意 定期接受健康检查 很多一般的发生 无论在早期就得到治疗 特别给民众 定期接受健康检查 都会以后以下的目标 男性来跟女性朋友来做一个健康检查的情形 大约是5比1 就是女生是5男生11 这也跟我们现在男女的寿命差别 我相信应该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 因为女性的寿命比男性的寿命 平均要多了差不多五六年左右 那我也这里郑重的 希望大家都要重视自己的健康 多多的来支持国家的政策 也来关心自己的健康 阳明医院共调 很多民众因为很多因素 无法到全翁病院进行健康检查 因此病院主动出击 透过全境社区服务 为民众的健康罢官 希望民众可以把个机会 接受免费的健康检查 生意是不是对 王秋山家的七彩虹报道